美国国会10月10号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 习近平上台之后 2013年中国在涉及公民言论 少数民族计划声誉 以及劳改制度等人权领域没有任何改善 民间威权人士也指出 中国人权状况更加恶化 请看一下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习近平今年3月接掌中共领导权后 曾引发人权改善的潜在希望 但现实迅速表明 中共新政权并不允许任何关键性改革议题的公共讨论 包括许志勇 郭飞雄等 呼吁人权与法治的个人及组织 立即遭到当局公开的逮捕和压制 委员会共同主席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在书面声明中指出 这份报告提醒人们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以来 公民的基本自由未获得任何改善 不但仍为享有言论 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 劳工状况也并未因世界性的贸易发展而得到改善 报告向国会及奥巴马政府建议 向中共继续施加压力 要求中共立即批准实施 1998年就已经签署了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停止任意逮捕和拘押政治意见人士 允许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取消新闻和互联网的审查制度 习近平的执政可以说比胡温那个时候 把维稳体制又给增强了 他不仅有几百万的军队 几百万的警察 三百万的武警 他现在还有至少两百万的网军吧 网络水军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表示 习上台后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法 都大规模的收紧 在他13年从事人权工作的经历中 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么密集的 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的被抓进看守所 今年8月 香港9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 中国人权联盟指称 中国人权状况在过去5年里不断恶化 美国国会报告还指出 中共当局在更广泛控制媒体的同时 继续惩罚记者 比如GRP路马三家老教中心 对妇女失用酷刑的纪录片作者杜斌等 另外在西藏 新疆和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 生存状况也恶化 我们老三人去靠财政部 10月8号开心 早上起来警察就堵门 把我们去 这个警察就干预司法了 报告同时指出 中共劳教所中所关押的 包括法轮功信徒等信仰人士 依然面临有系统的肉体折磨 被迫批判自己的思想与信仰 非官方认可的基督教团体 民间信仰团体也一直受到打压 美国纽约中华公所顾问于金山表示 宗教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同时也有一个道德的制衡作用 但是中共当局不允许 三子教会之外的任何宗教发展 中国权力运动发起人胡军认为 习近平作为红色后代 就是要保卫红色江山 所以他要恢复中共的所谓正统统治 胡军指出中共的制度就是残害中国人 从历史的纵向和横向上来看 没有比这个更恶的社会体系了 胡家则表示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所有资源 政法委宣传部等特权机构所犯的罪行 庆祝难输 胡家指出中共一直践踏法律 他们是中国最大的犯罪组织 他们欠下的血债太多 但在他们崩溃之前 还有好多中国人仍在继续承受这种痛苦 付出血泪